澤連司機視察前方 回程時遇車禍受傷 警方展開調查 習近平三年來 首次出訪 下飛機時出小意外 澤普回前俄方報律戰書講話 承諾策認俄羅斯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9月15日 烏克蘭總統澤連司機 存在首都基庫發生車禍 傷勢不重 澤連司機的發言人尼基福羅夫 在Facebook表示 事故發生在基庫 一輛汽車和澤連司機的汽車 和護送車隊相撞 他說陪同澤連司機的 醫務人員向私家車司機 提供緊急援助 並將對方送上救護車 他表示 總統接受了醫生的檢查 沒有發現嚴重的傷勢 並且說警方將會對事故 展開全面調查 但尼基福羅夫 並沒有透露車禍發生的具體時間 事故發生後 沒多久 澤連司機 在每晚禮行發布的電視演講中表示 他剛從哈爾科夫附近地區回來 並提到烏克蘭的閃電反攻 驅逐俄羅斯軍隊 有報導說 9月14日 澤連司機高調前往距離東部前線 大概15公里的重要物流中心E九武 隨後澤連司機在社群傳媒上發表聲明說 我們藍黃色國旗已經在E九武市飄揚 烏克蘭每座城市和村莊都會是這樣 我們指朝往一個方向前進 朝往勝利方向邁進 澤連司機辦公室發布的照片顯示 澤連司機穿著一身墨綠 在嚴密的護衛下 和軍人會面和自拍 並在星期典禮裡 感謝烏國部隊 9月至今 烏軍宣稱已經收復大概8,000平方公里的領土 14日下午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抵達哈薩克斯坦訪問 這次是他自COVID-19疫情爆發後 三年來首次走出國門 不過習近平這次踏出國門的第一步 就出現了一個小意外 引起熱議 在總統官員的等待中 習近平走下飛機 突然隻腳滑了一下 身體一歪 他立刻抓著扶手 略造調整之後 放慢腳步走下飛機 習近平滑腳的影片 在社交傳媒熱傳 民眾說這是不祥之兆 不祥預兆說 宅居三年世界剿共大勢已經承認 一出門就要調入滑鐵盧大坑 彭博社9月13日報導說 經過一千多天的居家抗疫 習近平可能發現中共在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裡 已經陷入了越來越嚴重的孤立狀態 他需要出去鞏固自己少到不可以再少的朋友圈 中亞地區是習近平推動的一帶一路 倡議的關鍵地區 但是經過疫情 俄烏戰爭以及不斷蔓延的債務問題 一帶一路項目遭受一連串打擊 彭博社認為習近平選擇哈薩克斯坦 作為第一個訪問對象 無疑是以為他的一帶一路項目找新出路 時評人士江峰在新唐人《新聞大家談》節目裡表示 一帶一路已經成為國際爛尾工程 伴隨中共面對國際社會風島 一帶一路將會整體跨塔 還有評論指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前罕有地出訪 一半原因是被普京多次放話逼出來的 普京近期在俄烏戰爭上遭受慘敗 俄羅斯國內多地議員要求罷免他 普京急需拉著習近平做他的盟友 習近平這次似乎要踏入普京畫坑 值得提的是 習近平在三年前和普京會面的時候 也發生了一次意外 2019年6月7日 習近平在中俄經濟論壇上和普京會面 習近平和普京等人在台上走 台下似乎有嘉賓向習近平打招呼 習近平回應 彎腰和他握手 但就在習近平和對方握手的時候 習近平重心不穩 整個人往前傾 差點從台上跌下來 好在身邊的俄羅斯保鏢反應快 馬上把他扶住 而在身邊的普京見到這樣的情境 幾乎沒有任何表情 他只是淡定地搖搖頭 很快 習近平差點被拉下台的一幕 成為當時的熱議話題 這次習近平三年來 首次踏出國門再會普京 沒想到再次出現線腳的小意外 是否預視著一種不祥之兆 或者時間很快會有答案 習近平和普京雙雙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會議 成為國際關注的消點 近日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顧問 岳下柯夫對傳媒表示 15、16日將會進行集訪會 他說上海合作組織 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組織之外 提供了一個實質替代選項 他還強調召開時間的意義 說這場峰會 是在地緣政治出現重大變化之際召開的 克里姆林宮這次毫不掩飾地表明 上海合作組織要挑戰戰後歐美主導的自由民主秩序 並且要比出實質替代的表述是第一次 有分析指俄羅斯挑釁性的表述 對習近平來說 即是他自疫情爆發兩年多來首次海外出訪 是向全球展示他政治影響力的機會 尤其是在中共10月召開二十大之前 兩人做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 這場峰會是展示不將西方放在眼內的機會 特別是針對美國 美國近期不僅加大力度制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還在最近展現對台灣的支持 令普京和習近平沒有人 普京和習近平兩人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目前兩人處於內外交困的困境 兩人同病相連 就在一起抱團取暖 但又國懷心事 兩人是否能從對方得到自己想要的 從習近平親信栗戰書對俄羅斯的一段表白 透露出諸多內情 作為這次習普會做準備的中共三號人物 全國人大委員長律戰書 在9月7日到10日到訪俄羅斯和普京會面 之後到莫斯科會晤俄羅斯議會官員 俄羅斯傳媒公開了律戰書 和俄羅斯國家道馬主席 彪洛金會晤的影片 其中律戰書的諸多講話 在中國國內沒有報導 律戰書在講話裏面針對烏克蘭問題 完全顛覆了中共官方聲稱中立的立場 律戰書說 俄羅斯為了維護核心利益 而被迫採取措施 中方對此充分地理解和支持 並在不同的方面給予策認 涉及俄羅斯核心利益和一些重大關切問題上 中方對俄羅斯也是表示理解和充分地支持 充分地理解 就像現在的烏克蘭問題 那麼美國和北約直接逼到俄羅斯的家門口 涉及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採取 認為應當採取的一些措施 中方是表示理解 而且從不同的方面給予策認 在這種情況下 俄羅斯是為了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 而採取的一次反擊 核戰書直言完全支持俄羅斯的這段重磅講話 很快被國際大傳媒報導 俄羅斯方公開的影片還透露諸多細節 其中之一的是 玉洛金從翻譯口中聽到 中方在不同方面給予策認的時候露出幾分起色 微微點頭 此外核戰書講話用濃重的河北方言 令不少民眾深感意外 整個講話中 核戰書看著稿讀一段 之後翻譯一段 核戰書在整個講話過程中 目光低垂 神態顯得局促不安 見不到向俄羅斯援助的那種 吸語方的自信 而核戰書面對的俄方官員 就表情嚴峻 一隻手有時扣打台面 帶著幾分橫眉冷眼的 不高興的表情 對於影片中 核戰書的圍圍諾諾 以及俄羅斯的 撤撤逼人的場面 此事評論員唐靖遠分析認為 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 習近平當初一定是答應了 普京很多的 善不封頂式的那種承諾 比如說要錢給錢 要槍給槍之類的 但是他沒有想到 這個戰局是變幻莫測的 他更沒有想到 西方的這些制裁是如此的 排山倒海 所以導致了習近平是臨陣退縮 他不敢兌現這個諾言 不敢去直接的支持了 因此他必然就有所心虛 在普京的這個 世界新秩序的藍圖之中 當初 烏克蘭他應當是要 併入到俄羅斯的版圖之中的 而在習近平的 世界新秩序的藍圖之中 毫無疑問 這個台灣是應當要併入到 中共的版圖之中的 這個就是我認為習近平他可能想 要通過這次會面來試探 試探什麼呢 就是用支持普京入侵烏克蘭 來交換普京支持習近平 將來去入侵台灣 就是這個原因 唐靖遠表示 普京在這次臨行前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公開讚揚上合組織 華國組織在面對西方 提供了一個真正的替代性的結構 同時強調說 這個囊括世界一半人口的最大組織 他的成員想要建立一個公正的國際秩序 唐靖遠認為 習近平和普京 打算共同挑戰世界的自由民主目標 已經很明確 但是習近平不敢按普京要求 提供這樣的支持 因為中共顯然擔心 遭到俄羅斯同樣的制裁 兩人達成什麼的合作 就需要關注兩天之後的會談結果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活真相永不放棄 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請多謝 請多謝 請多謝